欢迎收看阿编的《穿越古今画人物》这个单元 三国演义桃源三杰义的时候 他们三兄弟拿香对着天焚香助导 其口同声说 不求同年同业同日生 只求同年同业同日死 那么三国演义 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从明代以后就非常巨大 中国毕竟是个看戏的民族 这样子的一个对天发誓 三个人结为异性兄弟的所有的过程跟场景 注意令人遐想不已 后来我们在对照跟水浒传里边的一些情景 其实前后相互对比一下 道士都差不多 就写这种狭义的小说 基本的笔触 形容 我看都脱离不了感性居多 那么今天的题目就跟大家讲 友谊的真以及厉害的伤 如果面临生死之际的时候 朋友应该如何取舍 其实在人生的整个过程里边 你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朋友 在不同的朋友的交往当中 你也会从朋友那边得到很多的帮助 或者你也帮助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朋友 所以在朋友我们的定义里边 就是自同道合 一起相投 就可以结伴相形的 这样子的一个理想 我今天要用的一个试说心语的故事 王岛 以及朱伯仁的一段故事 那么有一句话 虽然是成语 可是它稍微有一点长 可是只要稍微有读过古书的人 或者在当时候 在国语文教材 设立会比较深的同学 都会讲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王岛在朱伯仁时候 那么所产生出来的叹息 他说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食 它是一句诚语 可是这个诚语是很长的 可是虽然长 很多人都会念 那么以前没读过的 没听过的 今天在手机面前 听到老师讲这句 或许你将来也会狼狼上口 那么王岛跟朱伯仁感情有多好 我来讲四处心以一个小段子 就是说王岛有一天睡觉 睡到朱伯仁的大腿上 你看大男人大男生 睡觉可以睡在大腿上 你可以想见他们感情有多好 那王岛就问朱伯仁 因为他睡在大腿上 眼睛就看着他的肚子 他说你不到里面 都做什么东西 那朱伯仁说 我腹中空无一物 空无一物 然后但是可以装下亲被数百人儿 你说我不到里面 没办法但是像王岛 你这种角色的大腿不来 我可以装一百多月 这样定义就说 宰相本来会贴准 虽然他没有做宰相 但是那表示 他的容忍的哑量 是非常的这个巨大 那王岛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讲过这一句话呢 这就是《诗说心意》里边 那么《尤悔》这一篇里边 又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王岛的堂哥 叫王敦 就要造反了 这个造反要达到南京 那么由于王岛是在政府上班 他是宰相 但是你自己的堂哥造反 怎么办就要达到健康来了 那么这个王岛就跟周伯仁说 我自己没在中堂替我改遍 你到皇上那边 就是静明帝司马扫 你那边跟我解释一下 那么《诗说心意》是说 白口为亲 就是说拜祷礼都为祷礼 但是周伯仁没有回答他 就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 就走过去了 其实这个场景是很简单 就是他们两个在朝堂之上 可能不起而已 或者是王岛直接在某个地方等他 那周伯仁为什么不停下来 跟他聊上两句呢 我想这个是必先 旁边一定有人 否则周伯仁停下来跟他聊聊天 有何关系呢 也就是说旁边一定还有很多 要上朝的文武百官 为了怕别人家说闲言闲语 所以王岛在拜托他的时候 他就不理他 直接就走过去了 但是《诗说心意》里面提到 他说既然进去之后 那么见到皇上静明帝 施马少他就苦苦相求 他说王岛的堂兄 叛变 跟王岛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陛下 要相信王丞相的清白 不要降罪 那么静明帝当然最后 也接受周伯仁的解释 跟拜托也就对王岛 也就网开一面 那么皇帝答应了之后 他就到办公室里边去 喝了几杯老酒 面带酒意的就走出 皇宫大门 结果呢 王室租地址 就是王岛他们 条来来 在这些青椒子 没有参与叛变的 都忧心忡忡地在宫门之外 你望着你 我望着你 三言两意地在喋喋不休 忽然间看到周伯仁出来 可能有什么好消息 没想到他们还没开口 周伯仁就说 今年要多杀一些叛变的贼人 来向皇上邀功 让皇上赏我一个精英 挂在我的手肘上 我就可以在大街行走 让天下人都知道 我立下了什么功劳 讲完哈哈大笑 扬长而去 当然王岛就看在里边 心实在是很刺痛 想不到自己的好朋友 刚刚拜托他 不搭枪就算了 进了皇城一趟之后 走到问我 竟然还这样消遣 向我们王室的竹弟竹兄们 来这样子示威 王岛心就有一点愤愤不平 一直到了王敦的大军 到了建康 就是到了石头城 然后抓到了周伯仁 那么他就问王岛说 他说这个周伯仁跟你很好 今天他就在我手上 你想这个人可不可以当三公 王岛没回答 王敦想说三公或许不恰当 就继续问王岛 他说那堂弟我再问你 那他不能做三公 可不可以做上书令 王岛这个时候 又闭口不说 王敦看到他堂弟 两次对周伯仁的问题 都不予回答 想必他对周伯仁大概也没什么好感 那王敦就随口讲了 他说既然如此 那就杀了 后来周伯仁被杀之后 王敦也兵败了 建康就恢复正常的一切秩序了 那朝政也慢慢恢复正常的一切秩序了 王敦去朝堂正式上班的时候 在拜见皇帝司马哨的同时 不经意的就在皇帝的暗桌上 看到了周伯仁为他求情的三丰奏 周伯仁为他求情的三丰奏 里面具具感人 具具恳求皇上不要误会王敦 王敦看到这三丰奏 当然皇帝随口也讲了周伯仁当初为王敦求情的状况 王敦自此才知道他严重的误会了周伯仁 也就是说周伯仁故意不跟他搭讪 周伯仁故意走出皇门来讲出那些话 都是有意避开或者讲给其他人听的 周伯仁最大的用意就在保护王岛 没想到王岛由此心深怨恨跟误会 在王敦咨询于王岛问 周伯仁是否可以作为三公或者做上书令 王岛却闭口不已而导致王敦的杀鸡 而成了王敦的刀下王魂 所以在误说心意里边 王岛就哭着叹息着说 我不杀伯仁不仁因我而死 而成了千古的名句 其实朋友与朋友跪在相知真的是不容易 难免有时候人与人之间都有些嫌隙 有些摩擦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诚恳的 勉励很多好朋友们 看朋友尽量看优点 而不要看缺点 而时间久了朋友的感情忽浓忽淡也是正常 友情在岁野的流转中 有时候会变得更加的稀薄 但是久别从红之后 也难免会有像陶英明在江西九江碰到老友所说的 见经以妄言何须皆悲酒的那种喜乐 但是朋友同宅能力差不多 颜值如果也都差不多 背景也都差不多 那可能难免也会有一量情节 因为当周少争多的时候厉害关系一来 是不是能够像报熟牙这样推荐广众的往例呢 事实上在历史也并不多见 例如李师就因为秦始皇跟杭菲子谈过一席话之后 大为惊叹 他就从推荐杭菲子的友谊 变成杀害杭菲子的凶手 所以同行相继 余量情节 在我们的人世道上并不缺少 所以假如让自己在跟朋友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因素 会导致双方的分离 我想时间跟空间以及厉害关系 大概三则齐齐一来都会发生的 不过就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 我认为跟朋友如果相处 尽量不要以桃园三结义那种感性的方式来处理人际关系 例如感性一多 那么做起事情来就很难分得清清楚楚 你想在外国人常常因为是做生意而变成好朋友的不在少数 而华人的世界或者台湾人的世界就常常是拜把兄弟 换铁兄弟 因为大家情投意合而合之做生意 最后分道扬镳公堂队部相见 兄弟真心是真悟 所以一感性开始最后就以法律收终 我想很多人一定都长期吃过这样子的一个苦痛 友谊是否能够走多久 事实上也没有人可以设定 但是总有几种安全措施 让自己的友情可以在低调中延伸 然后慢慢加大彼此的认知 譬如我建议我的好朋友 也建议手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当有好朋友介绍新的朋友给我们的时候 切记不要跳过朋友去找他的朋友 因为这个是很被人忌讳的一件事情 哪怕你现在都可以用手机换LINE 我认为只要涉及到关键事情 或者有商业晚来的 最好还是告知当事者介绍你的人 居中介绍朋友给你的人 也许会说我已经介绍给你认识了 你就自己找他就好 我想小心使得万年船 很多事情你还是透过你原来的朋友 去找你想要联络他的朋友 被人信赖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当你被人信赖 你的很多的事情就能够怎么样 得到最严满的对待 我们在讲台积电 台积电不就是因为被人信赖吗 台积电跟三星最大的不同就是台积电不做品牌 他只做代工 而很多高端的技术人家不愿意给三星 是因为 怕三星提拔白人的安门头 提拔他的拼 而台积电没有这种被令人顾忌的地方 他只是单纯唯一的把一件事情给做好 单纯的高朋友对朋友的一些想象可以减少一些 严倩严倩都能够修心去决定的事情 如果友谊经得起数时寒暑而仍历久迷心 其实隔开一阵子也没有什么不好 反而让人在相见的时候被决亲切 如果友谊能够经得起厉害关系的考验 而且彼此都能信任 不受谣言传闻所动摇 那你就可以成为君实之交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不让朋友在我面前讲朋友的不好 我们也尽量不在任何别人面前去讲朋友的长一段 小心翼翼的把自己的人际关系给处理好 那么真正朋友多了 你的机会财富也就多了 人不可能只靠自己单一就可以走完人生的旅途 所以有自己的朋友相随 事实上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如果有不同类型的朋友 比如说贴心或者仗义或者知己 这样子的各类型的朋友 陪你走完不同的人生各个阶段 我相信你这样的人生也不需要做到大观 不需要赚多少用不完的财富 你仍然可以称之为幸福人生 今天感谢你的收看 下礼拜跟这个时间共同在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